近日 美国马萨诸塞州纽顿消防局接到报警 一只小浣熊被卡在下水道井盖的格栅里 消防员赶到后 发现小浣熊的脖子被卡住 只有头部露出 四肢不停乱动 八名消防员动用了各种工具 历时两个小时终于将浣熊救出 在救助所观察两个小时后 小浣熊被放归野外 消防员事后感叹 这场营救的难度不亚于一台手术